痛苦与快乐是人类永恒的思考话题 对此,哲理智世有不少精彩的类数 平常百姓也有许多深刻的思考 思想家梁启超以他的远见着实 和以天下为己瑞的情怀 站在儒家的进取经水 和佛家的超凡智慧的高度 道出了自己对痛苦和快乐的理解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梁启超的作品 《最苦与最乐》 一起来听 人生什么是最苦呢? 贫吗?不是 失忆吗?不是 老吗?死吗?都不是 我说人生最苦的事 莫过于谁上背著一种未了的责任 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 若能安废,虽然失忆,也不苦 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 达官的人看得很平常 也不算什么苦 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 便有一天应该的事 该做的事没有做完 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 再苦是没有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 要逃避也没处逃避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 欠了人家的钱没有还 受了人家的A会没有报答 得罪了人没有赔礼 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 纵然不见他的面 睡里梦里都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 因为自己对他的责任 还没有解除呀 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 就是对于家庭 对于社会 对于国家 乃至于对自己都是如此 凡数我受过他好处的人 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 凡数我应该做的事 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 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 凡数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 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 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 有了这层责任 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 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 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 便死也带着苦痛往肥墓里去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溃老死 可以达官排解的来 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 若有苦痛 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看 什么是最快乐呢 自然责任完了 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 古语说得好 如是重负 俗语义说是 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人到这个时候 那种轻松愉快 只是不可以用言语形容 责任越重大 负责的日子越久长 到了责任完了时 海阔天空 心安理得 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力 大抵天下事 从苦中得来的乐 才算这乐 人生须知道 有负责任的苦处 才能知道 有尽责任的乐处 这种苦乐循环 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 一种趣味 确实不尽责任 受良心责备 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 一番过去 处处尽责任 便处处快乐 时时尽责任 便时时快乐 快乐之犬操之在即 孔子所以说 无辱而不自得 正是这种作用 染则为什么孟子又说 君子有忠谁之忧呢 因为越是圣贤豪杰 他负的责任越是重大 而且他常要把这种种责任 来揽在自己的身上 尖头的担子 从没有放下的时节 曾子海说里 任重而道远 死而后己 不宜远呼 那人人至世的悠闽悠果 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 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苦痛 也都可以 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 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 所以他到底还是乐 不是苦呀 有人说 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而生的 我若是将责任谢却 岂不是就永远没有苦了吗 这却不然 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 并不是谢了就没有 人生若能永远像两三岁小孩 北来没有责任 那就北来没有苦 到了长城 责任自然压在你的肩头上 如何能躲 不过有大小的非别罢了 进得大的责任 就得大快乐 进得小的责任 就得小快乐 你若是要躲 倒是自投苦海 永远不能解除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